文娱小强 速读援助 每个人一生中都至少应该获得一次全场起立鼓掌的机会 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普通的十岁小孩 因为一个普通的孩子不会吓得别的孩子尖叫着逃开 一个普通的孩子无论去哪里都不会被人一路盯着看 一个普通的孩子不需要做27次整形手术 如果可以我宁愿永远带着宇航员头盔 我的名字叫奥古斯特 我的样子大概比你想象的更糟 拜这张奇特的脸所赐 我的人生一直伴随着恶意与善意的交织 善意之出生的故事 直到我出生前两个月 医生才意识到我的脸有一点不对劲 他们称之为小小的异常 可当我出生后 医生却背着小小的异常下云了过去 还好有一位敬业的护士自始至终陪着妈妈 并在她耳边敲声说 凡从神声的就胜过世界 所以当妈妈看到我糊成一团的小脸时 她只觉得我的眼睛是那么漂亮 现在想来那句给了妈妈信心的鼓励 正是我来到世界收获的第一缕善意 不过生活就像参应病 总有一面不是你想要的 比如让从小在家学习的我 第一次去学校读五年级 恶意之待宰的羔羊 开学前妈妈带我去参观了学校 在校长的介绍下 我结识了三位新同学 其中一个男孩叫做朱利安 他对我表现出了小小的不友好 这令我抗拒上学的情绪又加深了一点 因为我有预感 校园生活的波折才刚刚开始 果不其然就在开学的第一天 当我向全班同学介绍自己 并提到喜欢星球大战时 朱利安立即向我发问 你喜欢达斯西蒂厄斯吗 也许没人明白 达斯西蒂厄斯是怎么回事 但我却知道 这个角色在电影中被闪电烧毁了容貌 朱利安的刁难 仿佛按下了一个开关 他是我和这个充满歧视的世界 无比真实地连接在一起 午餐时永远不欢迎我的空位置 实验课逼我如瘟疫的小组成员 生日会被各种理由婉拒地邀请 有时候我不禁哭着问妈妈 为什么我必须这么难看 而她的回答永远只是心疼地轻遍我的脸 就这样 我顶着一张被家人珍视 被同学嘲笑 被自己厌弃的脸 慢慢适应了学校的生活 交到了班级里唯一的朋友 杰克威尔 就在我开始不反感上学的时候 一次猝不及防的伤害 退回封闭的世界 恶意之万圣节噩梦 万圣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 因为在这一天 学生们可以装扮成各种角色来上学 而我也终于能在面具的掩护下 做一回普通人 进入教室后 我第一眼就认出了朱利安 因为他竟然故意扮成了达斯西蒂厄斯 然而比起这种最直接的嘲讽 朱利安与身边木乃伊的谈话 才真正给了我致命的一记 如果我长成他那个样子 我觉得我会自杀 这个从木乃伊口中发出的声音 竟然和杰克一模一样 他是那个我被奚落时 维护我的杰克吗 他是那个给予我真诚有意的杰克吗 难道所有的形影不离 都是被迫迁就 难道所有的开回大笑 都是虚与尾仪 原来被我示弱珍宝的情感 对杰克来说 不过是暗藏心底的鄙夷 得知真相的一刻 我如遭雷击 面具下肆意流淌的泪水 苦涩的正如背叛的滋味 这场万圣节的噩梦 彻底熄灭了我上学的欲望 同时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些带着精致假面的伪善者 其真实的模样 比我的脸更加丑陋 万圣节过后 我决定再也不会学校上学 这样的任性 想必又会惹恼我的姐姐 维亚 如果把我的家庭比喻成宇宙 那么我就是太阳 姐姐和父母 则是围绕太阳运转的行星 但是今年宇宙似乎发生了变化 行星正在脱轨 当维亚升入高中后 因暂时摆脱我而窃喜时 我不怪她 当维亚怨父母偏心 总是为了我而忽略她时 我不怪她 当维亚与闺蜜断交 回到家莫名朝我发泄时 我不怪她 因为维亚会对歧视我的坏孩子 毁以怒火 也会在父母不理解我时 倾听我的烦恼 她还会在我自暴自弃时 把我骂醒 然后鼓励我继续上学 你瞧 这个世界上最懂事的姑娘 给了我最毋庸置疑的爱 我还有什么理由责怪她呢 在维亚的激励下 我重新回到校园 已经做好孤军奋战准备的我 却意外收获了一份惊喜 善意之真正的朋友 如果我不回了上学 就不会知道 原来还有人一直真诚待我 他就是我的午餐伙伴 萨姆尔 从最初的同情 到后来成为朋友 萨姆尔完全出自真心 他不仅为了我 拒绝了朱利安的约会邀请 还替我和杰克的和解 搭起了一座桥梁 在萨姆尔的提示下 杰克知道自己伤害了我 为此他内疚不已 他向我解释 那些嘲讽并非他的本意 虽然一开始 他只是奉校长之命 被迫跟我做朋友 但在交往过程中 他渐渐认可了我 杰克真诚地向我道歉 并希望挽回我们的友谊 我该原谅他吗 当朱利安又在背后诋毁我 而杰克一拳打掉他乳牙时 我原谅了他 当杰克为了不给我惹麻烦 而野蛮打架原因被停课时 我原谅了他 当杰克执意与我兵释前嫌 而遭到全年级男生孤立时 我原谅了他 这一次 杰克和我成为了真正的朋友 而这份失而复得的友谊 不仅使我对校园生活 重燃希望 而且也让我坚信 这世上纵然会有混蛋 可好人一定比坏人多 结局之成长必修课 与杰克和好如初后 我开始喜欢上学了 但使我真正融入学校生活的世界 却是一次野外年级旅行 当时我和杰克在树林里接手 不幸遭遇了外校七年级学生的欺负 正值我们处于危险之际 班上的另外几名男生冲了出来 勇敢地与我们并肩作战 最令我惊讶的是 这些人原本是属于朱利安的小团体 感激之余 我觉得同学关系的裂痕 正在无形中愈合 经历过这次高年级寻衅事件 大家对我的态度有所概观 他们不再排斥我 甚至觉得我很勇敢 十几岁的孩子就是这样不可理喻 他们幼稚 敏感 冲动 喜欢拉帮结伙 有时还不变是非 但遇到外来的威胁时 却又本能地团结在一起 当旅行结束时 朱利安成了全年级唯一不理我的人 就这样 在与同学们融洽的相处中 我迎来了五年级的毕业典礼 在隆重的颁奖仪式上 校长授予我寓意伟大的奖章 并说道 有能力激励最多姓名的人 是最伟大的 看着全体起立为我鼓掌的师生和家长们 我感到无比骄傲 我的家人激动地拥抱亲闻我 我的朋友真诚地祝贺我 还有那些跟我不太熟悉的同学 也争相与我合影 沉浸在赞美中 我还没有意识到 这就是成长的魔力 是他让我勇敢摘下宇航员头盔 以真面目示人 是他让我克服自卑走进校园 开拓眼界 收获友情 也是他让我懂得 对待他人永远比我们应该的 更友善一点 更是他 让我相信妈妈温柔的耳语 奥古斯特 你真是一个奇迹